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号楼的黄军开始呼叫支援 临时基地内的黄军士兵带上武器装备 开始从侧面对白军发起突袭 可他们的突袭不仅没有成功 反而自己遭到了榴弹的袭击 无法前进的增援小队只好原路返回 黄军的增援失败 白军的强攻却没有结束 白军在进行正面突袭的同时 另一支束腰小队从南面绕向一号楼 对大楼形成两面夹击 面对这一切 黄军早有对策 束腰小队才刚进入大楼场内 黄军就引爆了御霾的遥控炸弹 见进攻受阻 白军派出坦克从东边进行增援 面对白军猛烈的进攻 黄军只得再次请求支援 黄军指挥部 用无人机锁定白军坐标后 配合120毫米迫击炮 击予了白军严重的威胁 而在黄军不断发起进攻的同时 白军迅速做出了反应 利用无人机锁定了黄军的炮弹阵地 并拍出第三链榴弹炮 压制住黄军的120毫米迫击炮 在轮番的轰炸下 黄军损失惨重 战火也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 白军还调遣了坦克车 对黄军占领的一号楼进行炮击 在坦克的加持下 黄军根本无力抵抗 只能等待总部的支援 然而黄军的火箭兵并不想做一袋笔 尽管他奋起反抗 也只损坏了一辆坦克的履带 为此 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没过多久 黄军的空中支援到达了一号楼 在炮弹的轰炸下 白军的坦克不得不撤离 此时的一号大楼内部死伤一片 白军拖进大楼后 便开始了最后的清扫 仅仅过了半小时 黄白两队便死伤无数 而白军则成功占领一号大楼 收缴了黄军的一部对讲机 黄军扶朗索队伍被迫撤退到临时据点内 此时的白军 距离目标的九层高楼 还有两栋大楼的距离 在手榴弹和烟雾弹的掩护下 白军主攻的威斯克小组 不断逼近黄军的临时基地 其余小组则紧随其后 对于白军一路向西的打法 黄军很快便明确了原因 攻占九层高楼 为了阻止白军的进攻 黄军决定把所有的士兵 都派送到市中心大楼附近进行防守 还通过无人机 锁定了白军榴弹炮阵地的位置 不过 白军很快便发现了黄军的无人机 并决定撤离 撤离的命令才发出不久 黄军榴炮弹的第一轮试射 就已经在白军旁边炸开 通过无人机 黄军观测人员 很快修正了射击坐标 火速展开了第二轮射击 白军不得不抓紧撤离 在转移过程中 黄军的125火炮 仍旧不断降落在白军周边 开车的大胡子 高兴地对着副驾驶说 没得到回应的大胡子一回头 就发现副驾驶的战士 被爆炸产生的榴弹击中 牺牲了 白军第三林炮弹指挥官 判断出敌人炮弹的打击范围 于是果断命令车队停止前进 另一边 白军成功攻进了二号楼 防守在楼内的黄军 却还没有意识到 即将到来的危机 一名黄军士兵 瞧见因爆炸被震落的耶稣像 想也不想 便走过去将其捡起 重新摆证并祷告 下一秒 就被夺走了生命 白军的士兵进入房内后 顺手做了和刚刚此击的 黄军士兵一样的动作 捡起耶稣像 摆证并祷告 白军通过破坏墙体 来达到向前拖进的目的 行进之一半时 遭到了黄军机枪手的攻击 没有防备的三人 被高楼对面的黄军困在了房间里 被打得措手不及的三人 立即请求了支援 白军后方的AGS榴弹机枪组 收到坐标后 立刻送了几发榴弹给楼定的黄军 得以喘息的白军 继续开始攻占二号楼 47分钟时 白军成功拿下二号楼 尽管黄军奋力反抗 但白军的进攻速度 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为了不被占领九层大楼 黄军紧急调来两辆BMP-2 和士兵增援 部署在市中心及市附近 但黄军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计划 已经被白军通过对讲机全部掌握 白军开始向三号楼突进 而黄军为了阻止白军的突击小队 靠近三号楼 让伤亡惨重 但仍保留了一定战力的 120毫米迫击炮阵地 不断进行炮击 在二号楼和三号楼之间 进行拦截封锁炮轰 为了打开这一局面 部列翁小队向总部寻求了支援 发送了支援的请求后 部列翁小队有些着急地 看向了手腕的手表 时间还剩一小时零九分 至少限时两小时的任务 实际时间只有90分钟 只有这样 才能给航空引导员大黄蜂机会 确定目标 并传输航空坐标给苏25 白军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 突破四栋大楼 那么在早上七点 空军方面的苏25攻击机 就会按计划时间起飞 从而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这场战争也将失去了意义 迫于黄军迫击炮造成的压力 白军指挥部 命令转移中的第30榴弹炮部队 暂停返回基地 以对敌人迫击炮进行反打 此时的榴弹炮部队 正巧巧在攻打黄军迫击炮阵地的 极限射程之内 原地架好炮弹后 白军开始了反打 黄军随时还全然不知即将大难临头 突如其来的炮弹便炸了开来 接连几发的榴弹轰炸后 黄军迫击炮阵地 便只剩下了不到十人 看着眼前的惨状 队长科学向其他士兵砍道 科学下令继续进攻后 立即联系到指挥部 连声指纹 原来 指挥官并没有把他们没有消灭敌人的事告诉科学 从而导致科学一直以来都以为 白军的D30榴弹炮队早已被消灭 才会毫无防备地待在原地 黄军遭受的打击 并不只有迫击炮阵地 他们提前部署在集市周围的西蒙小队 也因为提前泄露了情报 还没来得及和其他战友会合 便遭到了白军 120毫米迫击炮部队 和AGS榴弹机枪组的攻击 重火力的覆盖下 黄军增援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为了反制白军的120毫米的迫击炮增援部队 黄军不惜动用了240毫米口径 玉金箱大炮来对付他们 指挥官不顾劝阻 执疑要使用玉金箱大炮 正巧此时 美军为黄军提供了新的情报 他们拍摄到了袭击科学阵地的地方 得到白军第三零榴弹炮队伍的坐标后 黄军立刻将其传达给全机首阵地 令其展开进攻 为了摧毁隐蔽在20公里外的 黄军152毫米炮兵阵地 白军用PC-30飓风多管火箭炮 覆盖正片区域 最终将黄军的阵地彻底摧毁 因为炮兵在射击时 必须考虑天气情况 风速和风向的影响因素 还有大气压力 降雨量 及时做出必要的参数调整 否则就会失去轰炸的精确度 明确这一点的白军不列翁 决定利用炮兵观察手 计算修正的间隙 向三后楼发器冲锋 可即便没有迫击炮的火力支援 黄军的防守也是不容小觑的 正因为如此 白军选择从多个方向 对三后楼实施围攻 猎一和威斯克小组 绕道进入三后楼 威斯克尔小队 则从正面突击 数邀小队的一名队员 在中弹后 拿出自己妻女的照片 看了最后一眼 紧接着 便拔开一枚手榴弹 冲向了聚集在一起的黄军 得益于这一场通归于尽 白军顺利打开了突击的缺口 然而 在继续前进的途中 白军依旧损失惨重 猛烈的炮火和漫天的硝烟中 白军的一名战士 肩上扛着自己受伤的队友 手里拽着另一名昏迷的队友 祈求带他们去一处安全的地方 无情的炮火却挡住了他的去路 白军第三零流炮弹部队 和黄军120毫米排击炮部队的战斗 仍在继续 在白军的轰炸下 黄军的队长科学被炸伤了 撑着最后一口气 他告诉阵地的最后一名战士 黄军的玉金箱自行迫击炮 此时也已准备妥当 只一击 便摧毁了白军的迫击炮阵地 白军战士在弥留之际 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修改了 240 黄军指挥部 派出了24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 成功摧毁了白军的迫击炮 但在三号楼的冲锋 却进展顺利 黄军所有战士 继续撤离至四号楼 白军将手臂上的布袋 换成黄色之后 趁机混入人群中 一起撤退 成功突破进入四号楼一层 在进入时 因为手提箱的存在 让黄军起疑 从而展开了激战 尽管胜利的旗帜 已然飘向白军 可面对拼死抵抗的黄军 白军依然产生了不少伤亡 与此同时 黄军弗朗索 带着增援部队的残部 紧随其后地赶来 解决了在第一层阻击的 数邀小队 从而形成了对白军 进攻队伍的夹击态势 看着不断流逝的时间 白军开始不顾一切 一路向上冲锋 很快便占领了 二 三 四层 但黄军从白军的突袭中 回过身后 便一直坚守着第五层 让白军无法突破 尽管每前进一步 几乎就意味着 一位战士的棋生 却仍旧没有士兵停下脚步 为了突破四号楼 第五层的守军 白军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们派出了工兵 从第四层的天花板上 安上炸弹 打了黄军一个措手不及 趁着黄军慌乱之时 白军趁机发起攻势 打了黄军毫无还手之力 联系不上扶朗索的 黄军指挥官 心里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 为了不让白军 占领九层大楼 完成任务 指挥官决定派出坦克 摧毁大楼 此时 威斯克带着飞行员大黄蜂 已经到达六楼楼顶 但早已中弹的他 最终倒在了第六层的门口 流血而亡 楼下 靶场小组为了阻拦 黄军增援部队上楼 仍在拼命抵抗 即便自己已经身中 树弹倒地不起 仍旧选择引爆手榴弹 带走一名黄军 等飞行员大黄蜂 到达第九层的时候 八场小队几乎全员牺牲 此时 距离任务截止时间 仅有六分钟 尽管双方都知道 白军迟早会占领九层大楼 但若比预定时间晚 即使飞机有时间 确定攻击目标的位置 但那时候 还没有等到对地攻击机到达 黄军就可将白军 这次任务的目标火炮 转移到其他地方 为了彻底断绝 白军完成任务的可能 黄军派出了两辆坦克 毕竟 从地球上抹去这栋九层大楼 对于坦克而言 只需要十到十五发炮弹就足够了 但白军也早有防备 立即派出坦克和步战车迎战 出迹不易的一发炮弹 成功摧毁了黄军的第一辆坦克 黄军的第二辆坦克 从出来便给了白军的坦克一炮 白军的T90受损 只能后退 一旁的步战车箭撞 立即上前掩护 黄军又是一炮 直接炸毁了步战车 车上的士兵纷纷跳车 想办法扑火 受损的T90为了救回战友 再次冲了出来 并且不给敌人反应的机会 瞄准黄军的坦克就是一炮 受损的黄军坦克想撤退 可白军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迅速填弹后又是一炮 直接让黄军的坦克当场散架 而就在两队激烈交战之时 已经成功潜入大楼九层的白军飞行员 仍在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目标地坐标 确认位置后 他快速拿出装备进行红外引导 锁定火炮位置后 立即联系攻击机 一收到消息 指挥部便派出早已准备多时的两架战机 在大黄蜂的指导下 攻击机对着黄军火炮阵地的位置发动了攻击 在任务截止的最后几秒内 成功摧毁了黄军火炮 见目标被摧毁 大黄蜂开始准备撤离 说完 他才发现魏斯克早已没了呼吸 牺牲了 在大楼一层 大黄蜂发现了奄奄一齐的布列翁 尽管他伤得很重 但好歹顺利活了下来 白军最终也只有大黄蜂和布列翁活了下来 这场设定两小时的任务 顺利完成了 但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 黄军以牺牲增援部队为代价 换来白军人员和炮兵的损失 对于黄白双方而言 尽管这场战斗有损失 但他们仍旧准备继续前进 就像影片开头和结尾所说的那样 影片最后 白军最高指挥官 对着眼前的一群新兵说的 第二天 新的战斗开始 日复一日 每天都一样 地狱兼兵于2022年10月 在俄罗斯上瘾 影片中所有的武器 从自动步枪到重炮坦克 全都是真家伙 而更让人唏嘘的是 当《地狱兼兵》上映时 电影的编剧 已经与九月战死在了 俄乌冲突的前线 整部影片 全都围绕一个高层建筑展开 没有铺垫 开场便是激战 更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主角 每个角色似乎都在跑龙套 那些弥留的战士 甚至都来不及说一句遗言 毕竟 真正的战场上没有主角 任何人都可能死在下一秒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里 黄军和白军继续招兵买马 执行新的任务 话外音也说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 并没有什么变化 这么看来 这场战争的意义 看起来似乎也显得微不足道 不知一提 即便最后白军摧毁了 黄军的重炮武器 但并没有对战局 造成任何的影响 即使这场战斗 带来的死伤惨重 也不断有新鲜血液填补进队伍里 日复一日 生死交替 脚步不歇 正如片名所说 这些战士正在地狱中作战 没有正义的一方 是战争 让这里变成地狱 在残酷的前线 双方最着急做的 就是把一批批鲜火的生命 投入这个地狱 让地狱之火越烧越旺 只有战火熄灭 才能回到人间 愿战争不再 世界和平 和这电影 让我带你 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